特斯拉CEO马斯克比自律更加重要的 其实是内驱力 作为一个屡次创造历史的男人 作为一名取得多项卓越的商业成就的创始人 作为一个管理六家企业都在各自领域 几乎都颠覆了行业的发展潜力的企业家 马斯克无疑是成功的 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直以来 马斯克都有一种危机感 让他真正痴迷和好奇的 就是他想要做那些能够真正影响人类未来的事情 可以说这就是他奋斗的动力 也是他努力的原因 尽管现在看来 不少人对于他的追求都有一种质疑的眼光 但是起码马斯克真的有在做这些事情 由于他的目标是影响人类未来 所以他决定攻读物理和商业 他深知想要达成这样远大的目标 就必须了解宇宙如何运行 经济如何运作 而且还要找到最厉害的人才团队 一起发明东西 于是早在1995年 他就来到了斯坦福大学读博士 不过 当时摆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继续研究 看住潜力不大的电容器技术 要么就是投身于网络创业中 他的最终选择是参与网络创业 其中一家就是PayPal 从PayPal再到特斯拉 从SpaceX再到太阳城 马斯克的每一次选择 似乎都能够帮助他找到新的发展之路 而且在他卓越的认知帮助下 还可以做到很好的程度 好到足以颠覆整个行业 而促使马斯克取得真正成功的内因 在马斯克本人看来 就是内驱力 在马斯克看来 我相信只要有足够的内驱力 普通的孩子也可以取得非凡的成就 马斯克直言 自己一直在思考的是什么 才是最有可能影响人类未来的因素 而不是最好的赚钱方法是什么 恰恰是他的这种思考 帮助他找到了内驱力 帮助他足够坚持 也就可以看见成功 这个我们平时并不总是能够听到的词汇 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神奇的魔力 他们又是怎样对一个人发挥作用 发挥影响 改变一个人 一 什么是内驱力 内驱力其实说白了 就是决定你做事的动机的原动力 内驱力既可以决定你做事动机的方向 也可以决定做事动机的大小 你的内驱力越高 你对于完成某个任务或目标的动力就会更高 你坚持的时间会越久 你想要尝试解决的问题 就会越来越大 而内驱力低 你就会表现出不感兴趣 表现出拖泥带水 表现出拖拖拉拉 被人催着都未必能够完成 一遇到挫折就很容易放弃 二 内驱力为什么重要 鸡蛋从内打破是成长 从外打破是食物 尽管上面那句话说起来很俗 但是却很有道理 在当下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里 越来越多的物质选择影响着人们 越来越多的人们被物质选择和娱乐所影响 导致无法专注 无法坚持 甚至有很多人无法寻找到意义 从而陷入到迷茫的情绪中 其实当我们参加工作以后就会逐渐发现 能够支撑一个人工作很久很久的东西 就是对这份工作本身的激情 只有拥有内驱力的人才能够在工作上 或者在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取得卓越的成就 三 如何培养内驱力 归根结底 培养内驱力 需要兴趣的加持 也需要鼓励的引导 下面这几句话 建议收藏起来反复观看 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二 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兴趣 先尝试手边的工作 三 聚焦重点 而非噪音 四 人生演算法 就是你面对世界不断重复的最基本的套路 找到它 重复它 强化它 五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六 时不时的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即你是真的想要这份工作 还是仅仅想要这份工资 七 在极少数绝对核心的地方追求极致 八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关键时只有几步 所以 你要尽可能的在关键节点把握住自己的时机 切莫浪费自己的时间和人生 九 对未来越有信心 对现在越有耐心 十 拒绝低水平的重复 去把时间花在那些可以真正给你带来提升的地方 培养内趋利 可以帮助你经历漫长的岁月而不被蹉跎 也可以帮助你度过万千的夜晚而不感到无聊 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对你有启发 加油吧 年轻人 关注我 每天给你一篇加速成长 升级思维的好内容 助于 帮助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